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题 今天讲一讲阿根廷的帕雷德斯 那么梅西有两个护法 那么他的左护法是德保罗 那么右护法就是帕雷德斯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帕雷德斯在荷兰队的比赛当中 梅西被荷兰队屡屡侵犯了好几次 帕雷德斯就用凶悍的这种防守 把这个球断下来 断下来之后 这个时候屡屡侵犯梅西的 那个荷兰队的后卫阿克带着球 那么帕雷德斯一瞅 你看你这欺负我老大 直接过去一个飞场 就把这个阿克放倒 放倒了之后 这个名场面来了 帕雷德斯一脚球 抬脚就暴射荷兰队的替补系 这个说实话 这个动作很危险 如果说这脚暴射 要是砸中荷兰替补系 任何一个替补球员 那么很有可能当场的那个 那个卡牌大师 他就有可能直接把帕雷德斯发下 所以说那个稍微有点不冷静 但是挺解气 但是帕雷德斯虽然说 当时目射荷兰提姆席 瞅着很激动 但是他怒射完了之后 很快的扭头就走了 你这样吧 就远离事发地中心了 那么这个时候 范黛克过来啊 来个顶牛 直接给这个帕雷德斯撞倒了 撞倒了之后 帕雷德斯依然很冷静 完了之后 就是反正没冲突 最后有人这个 当职的那个主操判啊 一人给了一张黄牌 所以说 范黛克的那个动作 很有可能是 红牌直接发下了 但是帕雷德斯这个黄牌 反正也不冤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梅西的这个右护法 帕雷德斯 这个不是吹出来的啊 这个关键时刻 有事在真上 我们今天就重点啊 说一下帕雷德斯 帕雷德斯呢 作为梅西的右护法 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呢 其实是可圈可点啊 关键时刻 偶尔都有屡屡重要的这种发挥 他呢 是以这种凶狠的拦截 不惜体力的奔跑 以及这种凶狠的逼抢 筑成的 但是他为什么后期就失去了 也不是后期 就是打完第一场比赛 和沙特的那场比赛 就失去了阿根廷 国家队主力的这种位置呢 其实就是由于啊 他防守拦截这方面还可以 但是中场后腰这个位置 需要 总之需要右手转攻的时候 就是脱节的啊 他这一点做的衔接的不够啊 不能在右手转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向前的很好的 输送运转了 那么这个也是帕雷德斯后来呢 一直给恩佐打剃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并不妨碍帕雷德斯的优秀 帕雷德斯有两场比赛 我说了表现的依然依然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一个是荷兰的那场比赛 他在点球大战当中 稳稳的命中点球 决赛 他也罚点球大战了 所以说两个点球大战都是稳稳命中 这个对于阿根廷能够夺取世界杯 真的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虽然说他在后腰的那个位置上 已经失去了和恩佐竞争的那种资格 但是他后期斯卡洛尼是怎么使用他的呢 就是当德保罗体力不支的时候 那么帕雷德斯去顶替德保罗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就是左右护法换着上 那么他也的确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这些任务 那么还有一点 帕雷德斯的颜值超高 如果说有什么颜值正义的话 那么我感觉帕雷德斯他就是代表着颜值既正义 那么他在这些阿根廷国家队当中 你要是比颜值的话 我感觉前三没问题 对吧 就是立马恩佐 帕雷德斯这都是长得超帅的这种大帅鱼 那么未来在阿根廷国家队呢 其实我感觉由于恩佐的出色发挥 只要恩佐个人的状态不受什么太大的影响 包括德保罗的状态 那么帕雷德斯基本上就是打替补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他还会为阿根廷队能够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因为阿根廷他这些事业杯啊 这个新人的中场啊 真的涌现太多了 麦卡雷斯特恩佐费尔能德斯啊 包括还有一个受伤的将来会归队的洛塞尔索 那么目前来看阿根廷的中场真的配置是特别特别丰富 那么帕雷德斯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啊 继续保持一个优秀蓝领的这样的一个宗旨 那么我相信在未来的阿根廷国家队 虽然说他不一定能打主力 但是他还是会贡献出自己很大很大的这种力量 所以说今天说到阿根廷夺冠的攻心球员 帕雷德斯颜值既正义啊 这个防守凶悍 梅西的诱护法 阿根廷夺冠中场当中的替换环节 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这个就是帕雷德斯 让开复雷德斯 奥德斯 速冠ному 登棚